台南市日前发生议员服务处遭枪击案 而屋内的千里眼和顺丰尔神像 嘴部和底座分别重担 而这一切似乎早有预兆 因为在一个多月前迎来神尊的当天 庙里就依照神明的指示留下了这张纸条 说千里眼和顺丰尔要注意经尊 如今回想起来也让庙方人员觉得不可思议 台南学家谢采望议员服务处 10号凌晨遭人用冲锋枪狂开30枪 巧合的是这起枪击案似乎早有预兆 屋内的千里眼顺丰尔神像 一个嘴巴卡蛋 另一个底座也中担 而在引起两尊神像当天 庙方就给了这张纸条 上面写千里眼顺丰尔注意经尊 才刚过一个多月 服务处就发生枪击 似乎明明之中早已注定 这回神明挡弹没人受伤化解危机 而类似的神机已经不是地毁发生 巧的是几乎都跟天上圣母有关 神像要不要进行修复 庙方表示还要在拨杯请示 目前还在服务处没有请回 只条藏语言不管是不是巧合 都让人嘖嘖称奇 据换不齐 太难报道